花莲縣老人會週日辦理市長杯桌球賽 共有19支隊伍135位銀髮選手報名參賽 而市長魏家彥還有縣議員魏家賢都到場為老人家加油打氣 並表示會繼續支持老人會舉辦各項的活動 讓銀髮長輩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又健康 花莲縣老人會館二樓星期天很熱鬧 有135位銀髮選手在球場上賣力揮拍 展現了活力和球技 这是花莲市長杯桌球賽 老人家都非常踴躍地報名參加 85 85歲而已 還很年輕 你都常來老人會打球嗎 每天都來 真的喔 對 有一個老人館 給很多的老人有一個活動在活動的空間 我覺得非常好 很開心 上場比賽有得名嗎 第一名最後的 開心就好 開心就好 市長魏家賢和縣員魏家賢也都到場 為選手們交打氣 今天非常的開心 我們舉辦了我們老人會的市長杯的一個桌球賽 白人共襄盛舉 祝大家今天的活動都有好的一個成績 今天可以看到我們花蓮市公所長期推動的一個運動的部分 也非常謝謝家賢市長能夠讓所有的長輩齊聚一堂 不論是桌球撞球歌唱每一樣活動都讓大家非常開心 那今天也參加這樣的開幕 也非常的熱鬧 也希望未來花蓮有更多的活動能夠持續推廣 讓所有的長輩能夠拋開地震的陰霾 持續走出戶外 持續走向運動 讓自己能夠更健康 現老人會會會長高明星也邀請市長和議員下場來試試伸手 兩人一來一網球技還算不錯 先緣魏家賢還挑戰了高明星會長 來一季殺球得分 現場響起了掌聲和歡呼 現老人會長高明星感謝市長和議員支持 讓老人會能夠舉辦各種有益深信的活動 也歡迎更多音法族加入老人會 一起來享受健康快樂的樂力生活 絕對會歡視報導